哈喽大家好 今天就是拍一期用GPDWin4玩怪裂的一段小视频吧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GPDWin4的话 它是可以支持720P就是点对点的 所以说我们在玩怪猎这个游戏的时候 可以就是调到720P 然后画质的话调个中就够了 然后我们重新启动看一下 有的小伙伴反应就是GPDWin4充电比较慢 我是觉得充电速度还算OK 一个小时就一个小时 最多一个小时多一点就能够充满了 你用到个20%的时候再开始充我觉得挺快的 怪力的话我开个23瓦了吧 这个我也没怎么玩 也属于比较菜 我就做个测试吧 我长时间玩的话 我觉得GPDWin4还是偏重了点 它如果能做到500克 那应该刚刚好 应该看得清吧 720P的话 720P的话我觉得稳个60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你如果开28瓦的话 屏幕 这块屏幕是说是夏普的屏幕 我 我的感官是觉得还算OK吧 也不是怎么的累眼睛 除了字比较小了以外 如果你想让它跑满28瓦的话 23瓦的话把锐屏关掉 它就能跑满23瓦了 可以看到瓦数一下就上去了 然后我的风扇是40% 40%的话也不怎么炒 这里可以就是 40%的话GPU也就60度 这里的话 你可以就是把风扇 稍微再调到高一点 我们把风扇调到 调到60%应该就够了 这样的话应该差不多 我们继续就继续玩下去 这个的话我在极 504上面 我在极客上面也没测试过 极客的话也没问题 也是很稳的 玩 在800P下面玩这个游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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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60是没什么问题 我就玩到猫 猫车 好了 差不多了 今天我就 也是到这了 乖裂的话是没什么问题的 在这个GVD504上面是玩起来是完全没有什么问题 散热的话也是ok的 你可以把它调到就是 把它全部开开来 就是直接调到28瓦 我这边好像是限制功耗了 应该是没限制的 出来了 我是应该是限制了帧数 就先不设置 反正 喜欢玩怪略的小伙伴的话 就是用514的话 体验是不错的 就是续航 就不能像NS那样 你可以玩个两三个小时了 因为崛起的优化 比这个怪略世界要好好多 所以说也省省电 但是这个六寸屏的话 你说它小了的话 它也还可以 玩这种动作内游戏的话 你也字也不怎么看 所以说我觉得也将将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就结束了 然后谢谢你们的一线三连 我们下期再见吧